我的妈妈仅是不可理喻 居然想上去了我店的浏览记录 还啰嗦的问我是不是浏览不健康的网页 拜托我们都已经初中生了 这也太保护过度了 在旁人看来这一对话 肯定是吐槽这家母亲过度关注自己 但在我们男主纯眼里 就是赤裸裸的炫耀的 因为自打这个纯 近时以来就再也没有见过母亲的面孔里 完全没有关于母亲的任何记忆 因为母亲就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告别的时候会拥抱 再发生会帮忙气震掏耳朵 不只是会看这段记录 还会偷看日记 就这样存有一天 带着对母亲的幻想回到家中 父亲又是如往常一般 对着母亲的领牌独自一人喝着闷酒 存想着就把升学的问卷递给了父亲 比表示老师会跟每一个学生的家长 聊聊升学相关的事宜 问到父亲何时有空 结果存的父亲 接都没有接过存递来的文件 直接表示最近工作会很忙 估计没有时间去了 就按照你喜欢来就行了 存又接到 可是学费的事情 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呀 结果得到的回应确实 不好意思工作太累了 你的事情自己解决好吗 难怪男主存如此渴望母爱 原来父爱这一块的营养缺失了 就这样存毫无声音地躺到我的床上 如果这个时候有母亲的话 会怎么样 会像我抱着这个被子一样的精灵抱着我 我想知道哪怕只有一次也好 而在这时手机谈出了消息谈窗 和早季女士的匹配成功 原来是男主我因为太想要一个妈妈了 于是我一到年龄 注册了妈妈活的应用 不是啊 屌大的在日本的homie说一下 这玩意儿真有APP吗 于是男主隔天 减妆出行来到了约定的地点 这一回啊 现实没有让纯失望 来见面的妈妈 是一位十分美丽的女子 不仅能够观察出自己的情绪 还能补摸按摩 自己的额头露出天使般的微笑 就像男主牵上了自己刚刚见面的妈妈的时候 开始了围棄一天的这个妈妈天日 我本以为啊 最后的剧情啊 将会是一天愉快的游玩逛街 但男主要去吃自己想吃的美食 一起去电玩厅打街机 一起去商城逛街 结果必要了 直接就领到家里去了 这钱真好挣 不过这也是纯第一次来到成年女性的房间 不是你小时还去过未成年女性的房间是吧 就在纯思考着找季小姐 为什么把她领到她自己家的时候 找季小姐已经穿戴好了围裙 准备亲自上阵 为纯准备美食了 但是头一回来有人为自己亲自下厨做饭了 在家里夫妻一般都是下班后 在一些便利店里的饭食 这种感觉应该就是普通家人的感觉了吧 这样即使是一碗简简单的干饭 纯都觉得是如此的美味 因为这是自己家人做的 是你妈妈做的 就这样啊 久度上了之后 导致就准备了这个收尾工作 表示啊 是你在休息一会儿 还是我们现在就去洗澡 还是说我们俩一起去洗呢 很显然啊 纯虽然没有过母亲的记忆 但是很显然啊 不是母亲该做的项目 一出话纯表示了自己的对不起 自己并不知道妈妈活着H的事情 自己只想试试看 有妈妈身中什么感觉 所以说纯女没有妈妈 想知道妈妈是怎么样的 才虚报的年龄 把我当成妈妈了是吗 原本以为早季小姐会生气 而感到抱歉的男主啊 结果没想到啊 早季小姐一把抱住自己 在自己耳边亲身说道 很寂寞吧 没有妈妈 不过已经没事了 有我在 果然啊 这就是妈妈 既温暖又温柔 而且在最后 男主还享受了一把 吸疹加套耳朵 可以说是啊 早季小姐满足了 纯啊 对妈妈的所有幻想 紧接着啊 纯被搭自己很多的姐姐 抱怨的事情 就被学校知道了 不停要听音乐的学 就连早季小姐的联系方式 也当着学校 叫做主任的命啊 删除了 而且还因为啊 谣言啊 瞬间的学校的学生里啊 也传开了 也变得上不了学了 直接变成了家里蹲 转眼间啊 时光流逝啊 纯啊 终于熬到了高中的入学仪式啊 纯的父亲啊 破年荒的请纯啊 迟了顿这个升学院 当然啊 此时此刻的纯啊 并不在乎这些了 而在这个时候呢 父亲啊 也跟我说话了 表示啊 忘了告诉你了 今天带领来 就是为了给你介绍 认识一下啊 你爸爸我的再婚对象啊 早季小姐 而且呢 已经啊 结婚领证了 明天啊 就会搬到家里啊 和春一起生活了 哦对了 还有啊 你爸爸我呀 最近要去新加坡啊 出差一阵子啊 就把你啊 托付给你早季阿姨了咯 我哪个天虎开局 原来此刻呢 幸福祖马啊 发现了异常 新作啊 目前内容就这么多啊 不知道大伙看出来没有啊 这个作者上一部作品啊 是那个 《情书与13岁年演员》 这话风啊 反正是我是演任出来的 那么那这边就先找到这儿 我是比较英文的 封闭中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